弟兄姊妹 祖内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人这样的机会 可以一同来学习上帝的圣言 主耶稣基督在一世的时候 祂向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听到这个福音 因此我们被呼召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来自于马可福音 第四章 一到二十节 这是上帝的圣言 我们一起来聆听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祂那里聚集 祂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 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 对他们说 你们听了 有一个洒祖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又落在路盘的 飞鸟来吃劲了 又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 土气不生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赛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又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就不劫持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舍格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又有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 一切的比喻呢 撒动之人 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盘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但立刻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道 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仗实的 即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思虑 进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 又领受 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感谢你真的 你来到世上 将这个种子 撒给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听见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 主啊 真的 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没有人是好种子 没有人是好地图 但是你的这个旧恩 恩典的怜悯 主啊 你可以使我们这些坏土 可以变成好土 今天借着这样的话语 你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在你里面 我们称耶稣为主 主啊 真的不是我们的行为 而我们所做的工作 而是上帝的恩典 所成就的 今天邱行基督的 这一段撒在中的比喻 你让我们明白知道 天国的奥秘 那福音的真谛 谢谢主 分出圣明 Amen 我们对撒中的比喻 是既熟悉又陌生 按照这个内容来讲 我们是很熟悉的 不但你熟悉 我估计你们孩子 也非常熟悉 但是按照 对这些经文的理解来讲 确实又是那么的陌生 对撒中比喻的理解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就是我们听到很多人 对这段经文 有不同的解释 大多数人 你们听到的 他们会把这个比喻的重心 放在哪里呢 他们放在这四个土地上 认为这四个土地 对种子的回应 是这个比喻的重点 所以我们听到的结论 我们通常是 劝面到人们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做第三个 前面三个坏土 我们都要做什么呢 我们都要做好土 当然 想要当好土的心是好的 希望地人怎么成为好土 也是对的 这里确实看到 我们是有好土跟坏土 那这里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罪人 并且死在最后过分之中的人 他怎能变成好土呢 哪里在这世上 怎么会有好土呢 这是我们要看的问题 也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所以说有人说 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惊奇的奥秘 怎么叫惊奇的奥秘呢 罪人会变成圣人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认识主之后发现 以前我们认为那些人 好的人会信福音的人 偏偏那些人却拒绝福音很厉害 我们认为这些人坏得不得了的人 福音他们却接受了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他也说到上帝所拣选的是什么 并不是世上那些有能的 有智慧的 放弃地上什么 贫穷的 无能的 无力的 所以你要看到说 这个所谓的好土 真正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个人真的好一点 品格好一点 他这叫好土吗 这不是这个重点 所以今天 我们就是一起来看 撒中的比喻里面 他到底向我们解释的是什么 这个好土是什么 这好土怎么来的 所以撒中的比喻 当我们去听到很多人 去解释这四种图的时候 把它的重心 放在这四个图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 听到福音 反而听到更多的是什么 是一种要求 是一种律法 听到姊妹 每天要苦苦地挣扎 为的是要多结出什么 果子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坏土 我是不是真的得救 所以这个如果 当然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撒中的比喻 反而让我们更加有压力 但是如果撒中的比喻 它的重点 不是这四个图的话 那这个撒中的比喻 到底向我们解释的是什么 它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目的 我会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 这个撒中的比喻 向我们解释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天国的彰显 它向我们彰显神国 神国的奥秘 第二 它也彰显是什么 这是天国的恩典 首先我们来讲 这个福音里面 这撒中的比喻 向我们解释的是天国的彰显 我们的经文 它是一个比喻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说 比喻是什么 以及比喻的目的 圣经中的比喻 它不仅仅只出现在 耶稣教导里面 它也出现在旧约里面 比如拿当先知 用比喻来什么 来揭入大卫的罪行 《诗诗记》第九章 约坦用树木求王的比喻 来揭露这些人 他们所选的王 是何等的错误 还有《猎王记》里面 一个先知 他用一个什么 囚犯逃跑的比喻 他来指出以色列王 他犯罪了他仇敌 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还有一细节书 以赛亚书都有看到 比喻的使用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在旧约里面 这些比喻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当世人 他被自己的罪 蒙蔽的时候 上帝兴起先知 打发先知 用这个比喻来什么 来揭示那些人的罪 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 比喻本身 它是一个非常 可以容易理解的事 使用比喻 可以帮助人看清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比喻及比喻的目的 比喻是一个非常具体和形象的事 让人看清另一件事情 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所忽略的那一件所谓的大事 也就是说 比喻有着显明事物的功能 那耶稣的比喻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用一个个非常形象 非常具体 非常接地气的例子 对一般以色人来讲 比喻并不陌生 他们听到比喻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知道 这比喻它是有所值 而耶稣所有的比喻里面 他都是显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神的果 所以我们在看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你看到他在讲比喻之前 他开头他都会讲一句话 他说神的果就像这样 神的果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就接着比喻 耶稣要用比喻来描述我们 神的果你看不见 你摸不着很臭像 但是我告诉你 他果就像这样子 就像杀众的比喻 就像耶稣在里面讲到的 其他的比喻 灯台的比喻等等 都是 所以这里当门徒来问耶稣 这个比喻的意思的时候 耶稣在C节就告诉他们说 天国的奥秘 只是让你们 只教你们知道 然后是世界开始 耶稣就把这个杀众的比喻 向他们解释 就是让他们知道 神国就像这个杀众的比喻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到神国的展现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杀众的人跟种子 杀众的人这里被 我们看到 他被描述为像一个什么 像个传道人 传道者 或者是什么 是先知 那种子呢 他被描述成是什么 是神的道和神的话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旧约里面的先知 神兴起旧约的先知 将他的话临到他们 并且差遣他们 向他的百姓宣讲这话 我们持续去看的时候 确实是很像 神界的先知 以色列人说话 那就是彰显什么 上帝的旨意 就是彰显上帝 他的心意 他的话语 以色列是他的子民 是耶和华 是他们的神 他们应当示范 他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坚持出去 像以色列所宣讲的 这些话语的时候 都是宣告一件事情 你们是我的子民 神是你的百姓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顺服 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 以及他的敬拜 和他的整个政治 他都建立在 上帝的话语之上 我们可以这么说 是上帝的话语 建立了以色列国 他们很像神的国 在地上的一种展现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并不是 那一个真正的 更美的 更荣耀神国的样子 他不是 他只是那一个 真正神国的 一个影子跟缩影 所以这里 啥种的人 让我们看到 确实让我们看到 回想到什么呢 旧约的先知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确实一定要看到 想到这里的一个指向 但是这里更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 更大的限制 并且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 并且耶稣在当下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杀众人在杀众 我们的经文开头就说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用比喻教了他们 许多道理 耶稣的施工 我们看到他的开始 就是什么 以天国的福音开始 神的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信福音 所以这里啥种的比喻 让我们看到 不但是旧约的先知 他更让我们看到 什么 一个此时此刻 真的跟他们 撒种的那一个 更大的先知 那就叫耶稣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正是耶稣 所做的事 他很像旧约的先知 所以以至于很多人 就把耶稣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有人说他是 世纪的约翰 有人说他是以利亚 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 或是什么 先知里的一位 但是耶稣和旧约先知中 旧约书里面的先知 有个本质的区别 那此时此刻 在撒种的他不是别人 他乃是永生死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亲自向人宣讲上帝的道 是那个以前打发先知的主 亲自在众人中间显现 道成肉身 向他们讲说上帝的国 所以正如西伯来书 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 但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采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的到来 他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 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那这里我讲到旧跟新 并不是说内容不一样 而是指形式不一样 以前上帝界的先知 用什么 用预言 用预表 用应许 用祭物 用羔羊等等 来预示基督的到来 来预示弥赛亚的到来 来预示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 在末了的时代 上帝不再使用预表 也不再使用什么 这些预言 乃是上帝这个预言的实体 那个预言的基督 来到我们中间 亲自向我们显现 他自己 所以说旧约先知 所撒的道 所见证的 都是指向谁呢 都是指向这位基督 所以以赛亚许言之预言到基督的到来 是代表什么 代表上帝国的建立 应有一阴海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当在他的尖头上 他的名称为奇妙 测试 全人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正权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 公义 实国 坚定 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一 会儿热心 必成全 这事 所以说 当耶稣在这里 他用啥种比喻 教导的时候 他即使指向 旧约的先知 以及他们的教导 他也指向他自己 其中最主要的区别 他们同样都在撒种 同样一个动作 但当中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预言与成就 所以耶稣的到来 以及他的教导 他其实在彰显的 不是说神的国将会来 神的国以后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 应许的君王 不是 耶稣的到来 以及他的教导 他在彰显神的国 已经到了 上帝的国已经到了 因为这位天上的大君王 他已经来到 他亲自相告说 神的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信福音 所以这个国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信息是什么 就是福音 我们怎么知道 神的国来了 因为什么 福音听到了 这个福音就让我们 揭示什么 上帝的国 那这个福音就是天使 报给牧羊人的信息 他说我报给你们 一个大型的信息 是光乎万民的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所以说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信息 的彰显是谁 是耶稣基督 他是人类的救主 永生上帝的儿子 是神所应许的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本身他就是福音 并且他也借着 他的教导 向众人显明 他是那位应许的主 所以在加拿来的 这个撒种比喻里面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撒种 与这个种子 从救援跟耶稣的时代 他有一个什么 预言跟成就的关系 那加拿来的撒种的比喻 也告诉我们 那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 上帝的国是如何扩张的 那这个种子撒过去的时候 这个福音是如何被人信服的 那就是上帝的国 他的扩张 那这里我们看到 神国的扩张 他不是靠着血气 也不是靠着人的决定 也不是人的方法 那是唯独什么 唯独恩典 这个福音他要来 这个福音他要成就 这个福音要被撒过去 落在人的心里面 这也是我们第二部分的重点 天国的恩典 我们前半部分 我已经解释了撒种的人 以及种子所代表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 这个撒种人他具体所做的 那撒种的时候我们发现 他说有落在路盘的 飞鸟奶吃尽了 有落在土鲜石头地上的 土鲜不生 发苗就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他挤住了 也不结石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石有三十倍 有六十倍 有一百倍的 当我们去看这个撒种人 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快发现 他做了一件 让人很惊讶的事情 通常我们去撒种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什么呢 豪土来撒 即使这个地方没有豪土 我们也不会去想着 路旁图前地 或者说是荆棘里的 去撒 因为撒在那些地方 一定是浪费 而这里 圣经里面 耶稣的例子里面 比喻里面 这个撒种人 他却在做一件 很惊讶的事情 他是在无差别的撒种 通过耶稣的解释 我们知道 这些地代表什么 这些地代表的是人 那总之代表是什么呢 总之代表的是上帝的道 也就是说耶稣 这个道 他也意表什么呢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是耶稣基督的道理 当这个撒种的人 在进行无差别撒种的时候 他向我们表明的是什么呢 表明上帝的道 上帝的福音 他是白白地给出去 并且是给什么 是给所有人 耶 福音 他是给所有人 结果可想而知 不是所有的种子 都开花结果 旧约的先知 耶稣 以及门徒们 他们也是这样撒种的 并不是每一次 他们都有好结果 旧约的先知 因为传讲神的话 有的被关在监牢里面 有的是甚至被杀 耶稣基督 他传讲福音的时候 他带来的是什么 法利塞人的拒绝 法利塞人的唾弃 使徒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干嘛 他们也是被福音什么 因为传福音 被逼迫 所以使徒形状 但是 使徒形状一章八节告诉我们 当圣灵 站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这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也就告诉我们说 福音的见证 是要传给什么 所有人的 是无有差别的 是没有差别的 要跟所有人 去见证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作为 reform的 弟兄姐妹教会 我们知道 上帝的预定 对不对 上帝的检选 我们很看重这个 人之所以可以的 就是因为上帝的预定 但是他这个跟什么 跟福音传给万民听 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我们相信 福音是什么 是要做给 耶稣的命 是要做给什么 万人听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要问说 这个人 是不是上帝所检选的 这个人 是不是会信耶稣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要把耶稣的道理 耶稣的救赎的救恩 讲清楚 让别人能听到 这个好消息 把这个福音的种子 是尽量多的 撒出去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 很多的 就是 迟疑 因为我们在 撒到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考虑 猫传福音 好难啊 他好像不会信 他会怎样子 所以这些的东西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 很迟疑 跟别人 传福音 虽然你很想 跟他传福音 但是因为你里面 想想说 哎呀 这个人他应该不信吧 那个人他应该也不信吧 这样讲 好难懂啊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我也有 但是这些经文 去告诉我们说 去考虑他 会不会得救的事 不是你的考虑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将这个福音 无差别的 杀给所有的人 哪怕这个人 你认为他是特别坏的人 一定不会信福音 也就是说 这个福音也要传给他 他也要听到 所以说这里我们描述 四种土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它就只有两种土地 前面三种代表的是坏土 那第四个呢 被称为豪土 但这种是撒出去 无差别 豪土坏土 好像都有差 这里也是 其实也是我们经文里面 最难的难点 首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 坏土非常多 豪土很少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豪土到底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其他人会拒绝福音 而有些人会接受福音 有些种子在其他人里面 就被拒绝掉 在有些人里面 它就会什么 会生根发芽 你知道这个种子的内容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还是一个种子 撒出去的时候 会有这两种的反应 那回来这个问题呢 这也是我们最难的一点 那回来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看第十节跟第十二节 耶稣 他这里讲到说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 设个门徒 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 清楚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是什么 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这节经理们非常难懂 耶稣回答 让我们其实很惊讶 耶稣说 若是对外人讲 凡是用比喻 叫他们干嘛 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这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这些外人 跟什么 跟门徒里面 外人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 有没有看到 也有看到 但他们却不明白 却不晓得 那耶稣这里的回答 似乎是 耶稣 他所讲的事情 跟他所做的事情 有点矛盾 那耶稣的目的 不是来向人 显明天国的奥秘吗 耶稣教导的目的 不是让人听了明白 而信福音悔改吗 但是耶稣的回答 听起来好像是在说 耶稣用比喻的目的 其实是什么 像外人 像有些人 遮盖天国的奥秘 好让他们没有办法明白 跟悔改 好像听过来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去思想这段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讲道的开头 我其实提到过 比喻是什么 比喻是上帝用形象 具体的事物 来图写一个真正要表达的事情 那个撒众比喻 就是上帝用这么个具体 跟形象的一个例子 向我们表达天国的样子 所以耶稣这里 撒众的比喻 并不是讲给一些人听 他也讲给谁听 他也讲给门徒听 所以这里发现说 这个耶稣讲到说 对外人怎么 才讲比喻 其实这里看到 耶稣的比喻对谁讲 也是对门徒讲 并且在耶稣 其他的比喻的教导里面 也没有把门徒给分出来 门徒跟其他人 一起听到什么 耶稣的教导 所以门徒和其他人 听到的是同一个信息 那这里唯一一个不同点 就是耶稣把听众分为两类 一个是什么 外面的人 还有个是什么 是里面的人 那对于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那对于外面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看是看见 却是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国的奥秘 摆在他们面前 摆在他们面前 像他们讲明了 讲白了 他们听到了 但是什么 他们就不晓得 他们就不明白 所以这很明显 我们这里看到 这里的人 他指的是什么 他这个里面的人 我们首先我们要看到是 这个门徒 还有外人 他们区别就在于 一个有天国的奥秘之道 还有个人呢 听了天国的奥秘 却不知道 这两个区别 并不是说这个信息 耶稣向他们隐瞒了 没有 那很明显呢 这里的人 里面的人 圣经经常说 他是谁 他是门徒 和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从耶稣建设 十二个门徒的 那个事迹来看的时候 人能成为这个里面的人 成为耶稣的门徒 是什么 是主简选的 耶稣 简选了这十二个门徒 所以并不是说 这个里面的人 这个门徒 并不是他们自己说 我要当门徒 而是主简选他们 做门徒 所以结果就是 这些被简选的门徒 也包括什么呢 包括那些 因为耶稣的道 跟随耶稣的人 神国的奥秘 给了他们 就是内部的人 他们唯一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他们得了一个神国的奥秘 上帝给了他们 不但是什么 讲了 他们什么 明白了 我们从后面看到 其实这些门徒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 他们也不明白 甚至说 你们难道也不明白 这福音 这比喻吗 你怎么明白 其他比喻呢 门徒也不明白 但是后面 门徒真正 却明白了福音 是借着什么 借着耶稣的解释 耶稣的解释 让门徒明白了 所以无论 耶稣是用比喻教导 还是用非常直白的教导 他这里让我们看到 他都具有两面性 要显现的一面 同时也有掩盖的一面 这并不表示 这个信息不一样 因为他 颜面的是向外人颜面 他对神国里面的人 对耶稣里面的人 神国的信息是显现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向他们解开 这就是恩典 今天我们可以听懂 明白福音 明白到 不是我比别人更智慧 看圣经更懂 若不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 将上帝的话语 向我们解开的时候 若不是上帝感动我们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真正明白 上帝的福音是什么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 其实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什么 好土跟坏土 好土跟坏土的区别 不是他们之间 这个土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而是看什么 而是看神的恩典给了谁 他想着向谁 解开这天国的奥秘 今天你跟我们 我们信福音 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 是因为神向我们 解开了这个神国的奥秘 我们在这经文里面也看到 其实门徒 其他外人是一样的 门徒听了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们也非常糊涂 他们也是不明白 而是耶稣向他们解释之后 他们才明白真理 好让他们可以什么 回转信福音 可以信耶稣是什么 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 这个杂种的比喻里面 让我们看到 按照我们罪的本性 即使真理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知道了 听到了 我们都会像什么 像坏徒一样 不明白 不了解 我们没有能力回应 我们不要以为 没有悔改 是因为这个人 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不知道自己的错 我们个人的经历 就否定这样的想法 当我们被别人指出错误的时候 我们不是想认错的 我们总是想找借口 淡化他 甚至洗白自己 哪怕是自己真的错了 我们也会拉下好多人 当时这样子 是的 当时又不是全是我的错 当时这样这样这样 当时那样那样那样 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 这么小的年纪 当你家长说他哪里错的时候 他的借口 我不知道是谁教他的 就很多很多 孩子的借口是最多的 所以这就是 罪人可怜的观景 我们自己 靠着自己 按照我们本性 我们不能 我们没有能力 去选择什么 去选择上帝 我们以及他的真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真理 我们的心拒绝真理 即使真理摆在我们面前 按照我们的罪性 我们所有人的心 就像什么 就像石头地 土钱地 跟荆棘地一样 落在我们里面 就像落在一个 水里面一样 没有反应 罗马书三章 十到十一节说 没有一人 一个也没有 没有人明白 没有人寻求上帝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没有人 那都是坏土 那这里好土哪里来 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跟简选 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死 他担当我们的罪 他将罪色罪的恩典 跟平安白白地赐给我们 好使我们这些坏土 变成好土 从罪人变成圣土 所以这一切 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成就的 所以这段经文 它就是让我明白一点 今天你跟我 可以明白福音 可以悔改信耶稣 是因着上帝的简讯 是因着上帝 他开启我们的心 他向圣灵 向我们启示上帝的话语 好让我们明白 知道目的是什么 明白知道 好让我们回转 信福音 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是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主 我们这些被呼召 被耶稣呼召成为什么 成为门徒的人 同时我们也被耶稣裁减 成为杀种的人 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那个拒绝 曾经拒绝耶稣的我们 那个坏土 被耶稣不但变为好土之后 还要成为什么 将这个福音 传出去的那个土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所做的 给我们的就是什么 他自己 就是他所给我们的 那个福音 我们所传的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 基督耶稣的福音 我们把所做的 就是将福音的种子 耶稣救恩尽量多地 撒出去 那是否有效 还是没有效 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福音的种子 它不会突然 如果我们 曾经的坏土 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 变为好土 难道上帝不会 因着这个福音的传扬 是更多的坏土 被变成好土呢 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说 神的种子 它不会突然 它一定会结出什么 三十倍 六十倍 和一百倍的瘦 一百倍的果子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是求神什么 主啊 你开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可以被关照 让他们可以明白 你的福音 让主所拣选的 一个都不会落空 随着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点 你跟谁传 你跟的就是一群坏徒传 但是我们的信心 不在于我们自己 我们在于什么 一个奇妙的福音 是什么 这个恩典 居然可以 使坏的变好的 使罪的变异的 是因为耶稣 基督的义 白白地赐给我们 好让这位公义的上帝 可以因着耶稣 不将他的愤怒 领到我们身上 可以将他的恩典 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的恩典 让神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基督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真的你爱我们 你成一切 你借着你的众先知 向我们 告诉我们 你的拯救 在末了 你借着你的耶稣基督 爱之亲自显现 用自己的生命 就像一粒麦子一样 落在地里死了 好让我们这些人 因这个麦子 这个种子 这个恩典 我们得以拯救 我们得以被改变 主要今天求你 让我们 大家 在这个恩典当中 让我们常常感恩 今天因着你的恩 我们成为何等的人 没有什么可夸的 我们只有这样荣耀 归给那一位 招我们的主 怜悯我们的主 施恩给我们的主 也让我们愿意 把这个福音 告诉更多的人 因为你所拣选的 一个都不落空 谢谢 方主圣灵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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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